现在有一点点稍微小难过 观众朋友台语有句话说 通膨压力太大 大家会挖的蛋 真的会这样子吗 因为民生物资全部都涨价了 我举个例子 三个多月前一只机油 这个没有煮的机油 大概差不多四五百块 现在一只机油 一样的重量的机油 竟然要六七百块钱以上的机 你说多可怕 王炳集团的餐饮业 您总看过吧 Inflation到底有多严重 请看标题最新的 这个居民待会继续追 国际物料高涨 刚刚的王炳集团对外宣布 旗下十五个所有的餐厅的品项 全部涨价涨五% 还有的单价已经贵了 王炳集团有哪些餐厅您吃过吗 哪一些呢 霍子杰 夏慕妮 还有西体牛排 以及陶板屋 甚至十二锅 您看吧 都是年轻小白 或者是我们家庭聚餐 都会去的一间的餐厅 全部都涨价了 因此居民来请上来 接下来居民要帮大家继续写下去了 通膨压力 Inflation到底 除了 如果真的 那些的餐厅都涨价 本来那个王炳集团 有的一刻一刻一刻一千多块了 对 一千五一千六了不得了 如果要到两千块 我们就不上餐馆了 对不对 消费力道就减了 没错 那接下来的话 他其他的影响 比如说像这个成本原物料会提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企业 这个开始慢慢的一个调涨价格 那甚至于他的资金成本也会提高 像最近的殖利率不是往上走吗 包括美国时间区国债殖率来到一点六 那这种情况下 他筹资成本就会提高 所以企业成本提高之后 其实对于企业的获利 就会造成打击 没错 所以企业的获利会往下降 获利 EPS 这些等等都会掉 获利就会往下降 这个是第二个对企业的影响 刚您报告这个成本所指就是我买的一些的材料 做出一个晶片 做出一辆车等等 做出这个棒子的成本 然后跟银钢借贷的利息 日后升息 这些的借贷成本也会上升 假的利息就变得更贵 第三个负面影响 第三个我们来看 就是说假设殖利率往上走的话 那债券的价格就会往下跌 那这时候你去买股票 你就会担心说 那我到底是要买股票还买债券 那就会造成一个替代的效应 对对 所以通常来讲 如果说有这个殖利率往上涨的话 其实股市的资金动能 他会往下掉 资金的动能就会往下掉 所以对股市来讲 就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股市就容易跌 而且像这个企业获利往下降 股市也容易跌 消费支出往下降 GDP往下掉 也会造成股市往下跌的现象 跟您报告 你知道为什么第三个栏会会这样 你看 现在如果美国 美国十年级公司的殖利率 我们跟我们说吗 1.6大概1.6 可是我的股票买什么赔什么 我又不是笨蛋 我当然就不买股票了 转买这个稳当的美国十年级公债 至少还可以赚到这个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还有你看这边一掉下来 Conscription不见了 GDP就往下掉 GDP往下掉 这个企业的获利业绩不好 当然了业绩不好 股市也就价格 股价就跌了 因此整体来看 结论就是这个地方 股市重挫形成了必然 只因为inflation通膨压力 现在持续高涨 没错吧 对没错 好看懂了 清掉之后继续走下去 对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家研究机构 按照这个他研究机构的 一个预测的方法 里面有两条重要的一个曲线 大概从一九六八年以来 这时间抓得很长 那他里面呢 大概第一个是说 标普五百 十二个月的收益的变化 就是美股 美股就过去这十二个月 他他获利的一个情况 他的一个变化 是蓝色这条曲线 那红色这条曲线 他是他所设计的领先指标 他说未来二十四个月的一个变化 那就妙 他到底想讲什么 他说呢 其实这个预测的一个指标 这个领先指标 其实是有领先的作用 那他的这个构成项目 其实只有最重要是有三个 他说与其我们去仔细去观察 这个企业获利到底多少 你不如观察三个变数就好了 第一个是什么利率 第二个是原油 第一个利率 第二个是油 第三个是美元 美元啊 对 为什么看这三个 因为这都是风险指标 那原油跟利率 原油上涨会造成通膨往上 这个利率往上涨 那这两个都是企业的成本 对 那美元是一个避险的指标 如果美元往上走 代表说目前来看市场的风险增加了 没错 那最近美元不是在涨吗 是的 油价也在涨 利率也在涨 对 所以目前来看这条红色线 是快速的往下掉 那蓝色的线还在往上走 所以过去这十二个月 企业的获利都很好 那我问你红色这个领先指标 未来两年的变化 对 所指的是领先什么呢 领先美股的指标 对 未来两年美股会这样还是这样 不知道 但是他只观察 刚刚那三个重要的选项 主要是这三个 主要那三个 所以如果美股的领先指标 看的是未来两年红色先跌 就代表蓝色蓝色后面会跟着跌 就像这个这一次是在 这个大概2011年 为什么2011年 你往前推两年 就2009年开始 2009年 那时候发生次贷海啸 所以你看美股的获利 像蓝色这条线 快速的往下掉 可是其实前两年 这个红色这条线 就开始往下掉 所以他具有领先的作用 那这个大概可以给我们当作 一个投资上的参考 我们有时候看太多的指标 去预估 我们没有办法 去预估企业的获利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观察三个 就是利率的变化 油价的变化 另外美元的走势 如果三个选项都是往上 意味着风险是增加的 对 没错 看好了 你看这边 红色的先掉 蓝色再掉 红色先到顶 蓝色再到顶 红色掉 蓝色掉 现在红色的领先指标已经掉了 就担心蓝色的美国股市 还在历史新高附近会这样 请小心 对 没错 那这个就是我们把他换到台北股市身上 因为我们知道股票市场是领先 这个未来做反应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 其实而且领先未来做反应 还要注意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成长 如果成长趋缓 其实股市就涨不动 那以这个台北股市来看 这是台股的企业获利 各季的年成长率 那这个怎么看呢 我们从第一季开始 这是今年的第一季 我们跟去年同期比是成长一百八十三个percent 很不错 因为去年基期很低 对 因为去年上半年开始疫情爆发 这个等等 然后接下来第二季 我们是高成长 成长九十三趴 可是到今年的第三季开始 整个成长率会掉得非常快 会掉到三十三点六三个percent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年的下半年 我们疫情控制还不错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期已经墊高 那造成说今年的基期 这个因为去年基期高的关系 今年的成长率往下掉 然后接下来呢 第四季可能会掉的更多 就是成长率会掉更多 明年的上半年 因为今年的基期太高了 今天上半年获利太好了 所以明年上半年 有可能会呈现衰退 那这个就会造成股市 他涨不太动的主要原因 那可能要拖到明年的下半年 才会恢复一个成长的动能 所以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地方 那我问你 回到大盘志可以请来一下 因为刚才惠慈杰也教了 股市时间长一点点 股市是提早反映 三到六个月半年时间 你刚刚讲到是2022的上半年 可能企业会变成不是不赚钱 而是年减 我刚刚已经解读了 我们假设如果是副时的话 从今年的第四季 应该说第三季开始八月份 至今七八月份 涨不动下降鬼 因为这已经是 我们就算八月好了 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 不就提早反映六个月 所以为什么其实四月份 大概四月份到五月份 大概已经见到今年的高点 非常接近 因为这个后面创新高 已经幅度已经非常有限了 所以因为股市为什么涨不动 其实就已经在反映 我们的GDP的成长率开始往下掉了 太重要了 从万八之后往下 原来提早三到六个月 反映刚刚 俊敏那双土右下方 明年的第一季会变这样了 对 明年上半年 可能这个企业的经营会比较辛苦 因为今年基期太高了 不是不赚钱 我们还是要先厘清 不是不赚钱 是赚的稍微少了一点点 对 因为今年上半年基期高 最后一张赶快来看一下大盘 如果美股会修正 如果我们的企业获利会出现了年减 还是赚钱 但成长幅度跟力道缩减了 怎么办 对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技术面 其实是比较不利于多头 为什么 因为季线开始往下掉了 那半年线呢 因为扣底值的关系 它其实也是往下的 这两条都往下 那现在国际的环境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像美股半年线 能不能守在半年线附近 因为目前包括NASA 大概指数跟这个稻穹在半年线附近 那港股跟韩股其实特别弱了 韩股其实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他八月份升息 为了抗通膨 但是股市反而一直在破底 今天还在创波段新低 跟您报告 他他跟肺半半年线都破掉了 跟我们一样都跟半年线是盖头反压 对 而且像韩股跟港股早进行破年线了 所以呢台北股市还算比较强 不过呢 这弱势股不能持续往下掉 第二个部分就是通膨 大家要注意 除了这个原油 我们会看以外 其实食品价格也影响非常大 尤其像这个台湾 大概占两成 所以最近大家会觉得 这些食品公司 可能开始陆续到调涨价格 餐饮业也是一样 餐厅都涨了 对 所以你就在反映这些现象 这养小孩也变贵了 那台币贬值 因为通膨升温 美元会走强 台币会贬值 台股就容易跌 那目前季线是往下 所以最好的状况 可能要整理一到两个月 那你才能够对抗这个季线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他目前扣高值 所以你要等他过一两个月 在这边整理 这大概是最好的状况 那如果情况比较糟糕 比如通膨升温 美股跌的话 那季线如果跟半年线 形成死亡交叉 因为这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就要死亡交叉了 短贴值均线由上往下 抵破长贴值均线 对 叫死亡交叉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那提防会去回测年线 甚至于去测这个15159的这个低点 就这个 对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希望是说 他能够以盘带跌是最好的 但是国际的 包括国际股市 包括这个全球的通膨问题 可能大家还是需要特别留意 感谢居民 谢谢您 这个题目讲得超级精彩 我们稍微结论一下了大盘 先从夜盘来讲起 今天夜盘看分 再看K 因为已经涨到最高点了 不开心的 因为重挫之下 今天夜盘涨起来 K 居民有说 如果借由一两天的时间 三根红棒 把这个的高点 大概16800 越过 大盘止跌机会就来了 但是止跌并不代表大涨了 理由简单 因为通膨压力大的不得了 今天的通膨 应该说全世界了 全世界透过了全球食品价格 来到了十年来的新高 十年新高 什么东西都涨价 这是我们的民生物资 贵得不得了 如果今天东西都变贵了 消费力道绝对会吃得更少 缩一结实 Consumption C不见了 然后利率的走升 还有买一些的材料变贵了 企业的获利会被递减了 所以企业investment 投资部分也会消失了 接下来还有第三个 刚刚讲到了 利息升高 这些都是压力所在 因此请您盯着美股 盯着台湾企业的获利看 今年上半年的基期高 明年的上半年 只因为基期高 就算企业有获利 还是会变minus的负值 年减台股原来八月份至今 涨不动就在反映这个 然后再回到左框 也就是美国股市 你不要以为它是安全的 错呀 领先指标 美股的领先指标 未来两年 红色已经中错了 就会拖累 蓝色也往下掉 前面就是这样 在台股请小心一 如果这个美股港股 韩股依旧中错 走不稳 败比一 第二个 台币如果扁破了二八 再扁扁不修的话 外资会继续卖 第三 如果在年限之上 没有好的时间 整理时间 换取下跌空间 那么可能就会回测 年限跟这一个楼 总之通膨实在是伤太大了 以上结论 居民正确吗 完全正确 非常感谢您了 进广告 回到下午之后 接下来来看这个 就像刚刚居民说的 台股修正压力 都依旧存在 怎么办呢 我们到回头找了 哎呀 法人 很多钱的法人 你怎么还敢买股票呢 原来他买的清一色 九月第三季的营收 双创新高的 这十五档标的列出来了 但会再且帮您挑 好中之好股